每次上課的影片都有把它錄影下來 所以假設有些細節不太清楚的話 可能自己再看一下 那當然前面一次 上禮拜其實我們期中考週 所以給各位當作業 所以沒有上課 所以有些細節假設不太清楚的話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我理論上應該只要有講到的 我怕說大家會忘記 所以我就把它錄影下來 你們自己再看過 這樣也可以確保說我講過的 你們比較不會遺漏 而且至少比如說期中報告 雖然期中報告 這邊我也寫得蠻清楚的 不過我發現有些同學還是 可能上課沒有聽清楚 所以給我的東西 其實也沒有完全照我想的做 甚至還有同學 就是直接用AI產生的報告 他可能直接把這個問題貼到那個AI 然後AI就給他一個 他可能還希望AI幫他產生報告 他就把報告結果直接就複製貼上 而且看起來應該是沒什麼改動 為什麼? 因為那個字表達的方式一看就知道 是機器人的那個敘述方法 跟口語啊 因為你們寫的跟那個AI產生的文字敘述一定不一樣 而且明顯的不一樣 比如說那個用詞有沒有 而且甚至還有對岸用詞 我想說你怎麼什麼時候變成對岸人士了嗎? 怎麼會用詞用那樣的 怎麼講就覺得怪怪的 所以如果很明確的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你是用AI給我的報告 當然我就給你不及格 因為說真的你根本不是自己寫的嘛 我是可以接受說你可以參考 但是我不能接受你直接複製貼上 那當然是絕對不行 就像你們這樣寫論文一樣 論文你也不能直接拿別人直接貼上便利的 那你是可以怎麼樣? 整理、消化、吸收 甚至你可以在底下加上來源的敘述 我的意見、我的想法其實是來自於哪個地方 我參考他的 那我講一下 你不要直接就變成你的 這樣也不OK 那當然你們畢業之後 其實一定會遇到AI的這種應用問題 因為各行各業現在都在想說 如何利用AI去解決問題 然後如何跟其他各個行業別做結合的這個問題 我們這個列期主要是希望你透過AI解決什麼 解決像Excel裡面的公式的產生問題 或者是Excel裡面相關遇到的問題 那你都可以拿AI去解決 所以我列出我自己想到的 目前AI能夠做的事情 包含就是說它可以幫你生成公式 跟那個如果使用哪些函數 這個我覺得做的還蠻不錯的 只是說有些好像Charge PD比較厲害 有些Germany比較厲害 有些Copilot比較厲害 但我發現每個同學 其實得到的答案好像都不盡相同 而且差異還蠻大的 有的一直說Charge PD比較好 有的說Germany比較好 有的說Copilot 好像比較少 比較少人說Copilot比較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大部分前兩者好像比較好的 好像比較多 然後我看出來大概就是幾個 比如說Germany我覺得為什麼不好用 主要好像幾個同學是說 他最後產生出來的結果是英文的 可能有英文 為什麼突然你問他中文 他給你英文 那當然就不OK了 另外的話我覺得Germany 他可能有些同學好像覺得不好用 我是覺得 因為Google的背後 設計得到很多工程師 所以他思維很多是工程師思維 所以如果假設 你的想法是比較屬於工程師 你來問問題的話 可能比較match 你們語言可能會比較相通 但是如果你用比較口語敘述的話 我覺得口語敘述 可能Charge VT會比較能夠理解 我覺得他在那個有關那個什麼 口語方面的接受度 他會比較高 那Germany可能你必須要 先自己要先思考一下 你要怎麼條列讓他看懂 或者說你用比較精鍊的 比較精確的那個關鍵字 可能Germany會比較OK 所以這兩者AI 其實可能不一樣的人 問不一樣的問題 得到的結果也不一樣 所以不見得說 是誰對誰錯 或誰好誰壞的問題 而是說你要針對不同AI 他能夠接受的那種敘述方式 你可能要有不同的敘述方法 他就會給你要的結果 不過看起來好像其實兩者各有的缺點 好像目前也不能說到底哪一個是絕對勝出 那這個Copiler 這個GPD跟Copiler其實比較一下 其實這個是用GPD3.5 這個的話呢 反而用GPD4 4.0 反而Copiler的優點好像看起來比較多一點 但是呢 大部分同學得到的心得好像都是說 這Copiler有的時候 給你資料是沒錯 但是 有的時候太囉嗦了 明明你只是需要一個小小的答案 他給你很大的一個 講了一大堆 無關級 不相干的東西也全部都PO給你 甚至就是說 他即便是沒有答案 或者他可能不知道 但是他也會落一八糟寫了一大堆 而且最後的結果是錯誤的 那當然就不很OK啦 所以這個我想還是有進步空間 所以有的時候你跟AI溝通的時候 可能最後尾巴你可能要再加一個敘述 就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就說你不知道 這個很重要 OK 不然的話呢 即便他不知道 他還是會給你一個答案 而這個答案的話呢 通常是不能執行的 或者是能執行但是是錯誤的 你們應該都有遇到的 所以我是希望藉由這個課程 能夠順便你學一下AI 至少我是覺得 你們在AI的理解 了解上面會有一般人來得更深入一些 以後如果人家問到 這個AI以後會取代很多人的工作 你會想說 我用的結果哪那麼厲害 目前的話應該是還沒辦法 可是未來他會進步 因為他現在3.5 他可能之後變4.5 到11 一直到後面的版本的話 那以後應該會更進步吧 一代會比一代來得更好 他修正一些錯誤 所以會越來越好 所以就是讓同學去學習使用 這三個生成是AI平台 去解決你的問題 後來我發現大部分同學好像真的都滿能接受 我發現你們接受新知識 跟一般的那個年紀大的人來比 真的好很多 我發現你們好像真的能夠接受一些新的東西 這新的東西 就說真的 對一些老人家來說 那簡直是很要命的東西 他們可能要能夠接受這些東西 那滿難的 所以如果你假設別人要早一步的話 這個就是你的優勢 至少你要知道說 以後很多東西學習 像Excel裡面的公式真的很難 但是如果藉由AI 真的可以幫你產生 本來很難的東西 你就變簡單了 另外除了說 AI可以產生公司之外 其實他還可以做什麼呢 比如說公司裡面有錯誤 你甚至可以直接貼到那個AI上面 讓他去幫你檢查 甚至可以翻譯 可以解釋 解釋公式的意思 如果你不懂的話 你也可以把那個 他產生公司再貼回去 然後你可以跟他講說 請你幫我解釋一下 這一段公式或者是使用的函數 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就可以很詳細跟你講 那其他的話 甚至你可以轉成VBA 我發現有同學就直接利用AI產生的程式來弄 應該就也OK 可以把這個結果給做出來 所以其中以前的話 當然我們是利用Excel的證照 的題目來練習 當然它有一個目的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考取證照 增加你的專業技能 不然的話將來你要就業 你至少履歷表上面你要寫你的專長吧 還有你的自傳裡面 也要寫你到底會什麼吧 其實他們這個比較關心 所以你其他有的沒的 他其實說真的 跟工作無關的東西 一般說真的 面試者 他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興趣 他只是想知道說 你到底有什麼能耐 可以幫公司賺錢 可以幫公司解決問題 OK 如果你AI這個很在行的話 我相信這個應該是很大的一個亮點 OK 好 那這個是其中報告的部分的說明 因為其實我發現真的 我自己看你們的報告 我都覺得還蠻好的 有同學真的寫得超認真的 我看了都覺得 哇我自己也說過好多 我看到好幾個同學 真的他把每一個這個AI都用 用了之後還截圖 截圖之後還說明 然後還把他弄的結果 我還再把它寫一下 有沒有 然後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 然後每個都比較的好詳細 哇 看了都覺得哇 真的是太認真了 當然我是覺得 那他最後結論是說 他自己收穫是很大 對我感 我也覺得說 哇你真的這樣子去使用 以後呢 你再遇到問題 你會比別人多一項很重要的能力 就是你會用AI 但是別人不會用AI 有沒有其實就有差了吧 對 所以以後你可以強調這一點 這個就是你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那你就至少是活的 比人家還要更往前一點 有沒有 你就不是起跑點 你已經跑到那個人家的終點了 對 本來以前E-sale大家都不太會了 突然間你就比他熟了 當然不是只有E-sale 其他的相關的東西 其實呢 你們也可以利用那個AI 幫你解決問題 像後面的影像處理 你說可不可以透過AI 幫你產生你要的影像 當然可以啊 有沒有 像現在的那個AI最近 好幾什麼 像Challie PD不是發表那個 自動產生這個影片的 好像Sora吧 你可以跟他講說我要一段影片 然後那個影片裡面內容 大概是什麼東西 請你幫我自動 當然除了產生影片之外 還可以產生圖片 像Photoshop新版的裡面 它裡面內建AI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圖像 那這三者跟各位講 這三個其中Copilot 它其實有內建一個是另外兩個平台 沒辦法做到的 就是它可以自動幫你產生 用AI 產生圖 其他兩者只能產生文字 但是Copilot 是可以產生圖的 比如說你想要產生一張圖 產生什麼圖 之前不是說 我想要產生一張叫什麼 一隻猴子 猴子騎摩托車 現在不是三道猴子 有沒有 假設我想要產生一張圖 就是一個猴子騎著一台摩托車 的一個圖 假設你用前兩個 它沒辦法 但是如果你用Copilot 我試過 它可以真的幫你把你要的圖 給產生 而且如果你不滿意 你還可以說你再幫我產生 再幫我選 而且它會產生一大堆圖 你可以從其中選出你要的圖 這樣簡單很多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是有關其中報告的部分 今天的話 接下來 我們就繼續來看影像編輯應用 主要我們是用Photoshop 待會請各位先做一件事情 先幫我把雲端上面 應該還記得吧 GG.GG 斜線 Digit 待會請各位幫我把Photoshop解壓說之後 按右鍵 以系統管理員身份執行 如果你假設點兩下 它沒反應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系統管理員身份執行 它就幫你RUN起來 那這邊呢 要不要加速FOR就好了 OK 這個Photoshop我們就有了 再來的話 第二個 請各位就是說 看一下那個題目檔 基本上呢 我們跟前面的那個 Excel的這個 蠻類似的 因為呢 這個Photoshop其實也有證照考試 那它考的話呢 總共幾類啊 總共六類吧 不過六類我們可能到期末之前 應該沒辦法講完 所以我就挑前兩類 最簡單的 前兩類 然後呢 它總共也是有十題 OK 那我們就利用這十題來做練習吧 其實題目前兩類比較簡單 但是我覺得啦 至少你基本的Photoshop你是會的 比如說你要做一些 PS 因為PS就是你要做一些影像合成的話 應該都綽綽有餘了 因為期末可能會需要你們做一些作業 真的可以成為什麼 PS的達人 不一定達人 叫PS高手 高手可以吧 至少有那個能力 那也就是至少啦 第一類就是一些Photoshop的基本工具的使用 就這些啦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打開之後 這邊不是一堆工具有沒有 那當然你游標放在上面嘛 第一個就移動嘛 第二個就選取 那你會發現喔 它的每個工具喔 有沒有發現它右下角如果有一個 黑黑的三角形 那你表示說其實它會有 還有別的工具 就是點裡面其實還有別的啦 OK 有沒有發現有的有的沒有 像這個沒有 就是只有單一個移動工具 那這個的話呢 按一下它 只要按住滑鼠左鍵有沒有 它就會展開來讓你選 那預設的話是選舉型的選舉工具 當然它還有別的啦 比如說可以選橢圓的啦 水平的啦 垂直的 其他的話還有這個啦 什麼 套索工具 就是說如果你那個形狀是不規則的話 OK 其他還有像魔術棒選 也就是如果你要快速一下整個把 你要的範圍選起來的話 你可以用 魔術棒 或者快速選舉 那其他還有什麼 像這個剪材 一般是用剪材啦 還有切片 切片選舉等等的 如果你要選顏色的話 還有滴管 等等的 我想這個的話請各位 自己呢 再去看一下 OK 每個工具 那其次的話 就是上面這邊有很多功能 你們也來把它run一下 最好是可以把上面這些功能 稍微不一定要背起來啦 不過至少就要知道說 它有哪一些功能 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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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